小朋友们,你们好 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 这次要讲的成语故事叫做《过河拆桥》 元朝时浙江省每年举行科举考试 行政长官撤离铁木耳 看到科举制度有很多的 有许多弊病决心废除他 元朝元年,撤离铁木耳,官位晋升 我正在起草废除科举制度的奏章 诸位大臣,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参政许友人当场表示赞成 太好了 我非常赞同 智书御史普化却讽刺说 参政你也是科举出身才在朝中做官 现在参政可谓是过河拆桥的人了 现在的科举制度只注重教条的书面文字 不利于选拔人才应当废除 后来元顺帝下旨 最终还是废除了科举制度 成语过河拆桥 现在比喻利用别人达到某一目的之后 便把帮助过他的人一脚踢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